她的麻辣烫 环卫工人为何可以免费吃 她的微博为何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我觉得一个父亲放下尊严 然后去求助别人的时候 没有理由不帮助她 经历绝境是什么让她心怀感恩 说到人家这一份心理压力特别的 亏欠那种吧 今晚夜宪 感恩麻辣烫马上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在河北石家庄的一个街道上 有一个卖麻辣烫的小摊 一辆三轮车 一个长条桌 几个小板凳 但是生意异常的好 这是个有故事的摊 我们一起来看 环转 书里来龙去脉 您的四块三 四块吧 给她嫌疑得大了 你先尝尝 谢谢你没来通厂了 可能她那儿都住了 麻辣烫还行 挺好吃的 就经常到这儿来 我是从那个红西大街上 移到挺远的吧 坐车坐了一个小时左右 就是买点笑不得我汤 之前好久没有吃汤嘛 然后来看看她问了家里怎么样 2013年年底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安街夜市上 多了一个卖麻辣烫的摊位 摊主是这个名叫张薇的年轻人 今年28岁 河北晋州人 买卖虽然开张时间并不长 但生意却特别好 全部都是好调料 围肉不太香 但是你可以尝一口的汤的口味特别香 因为它是好调料 没有放着天天地 那这一点是大家可以放心吃的 在我出摊坐的时候 都有一次性手套 戴着手套不能摸钱 你戴手套再摸钱 接钱的话就顾不顾不顾的 积点菜了 或者是抹上桌子了 戴着手套在坐的时候 再戴上新的 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摊位虽然不大 但却干净卫生 这是张薇很看重的 每天早上他都会骑着三轮车 到离家不远的菜市场采购新鲜蔬菜 然后再进行清洗分类 所有工作都是张薇亲自去做 他还给自己的麻辣烫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必须把每个菜品洗得干干净净的 洗上三四遍 必须干净卫生要达到 放在第一 拿出我自己在家里来 拿出我自己要吃的样子来做 让大家感觉吃得挺干净舒服那种 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晚上七点钟 这辆白天用来采购的三轮车上 已经摆满了各种干净新鲜的食材 围上围裙 织上三张小桌 张薇的麻辣烫开始营业了 可麻辣烫刚开张那会儿 口味却遭到过食客们的质疑 到他上来吃的时候 可以做的不好吃 那汤怎么不是红的 或者说围着味道怎么不香呢 比如我做的是 没放任何甜点 也就是自然汤 如果放汤是红的 那叫一滴红 我如果放了那种东西 那还叫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嘛 虽然是小生意 但张薇却把它当成自己感恩社会 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他还特意给自己的小摊 取了个名叫 张薇感恩麻辣烫 有自己感恩的心吧 做一些有良心的菜 第一要干净卫生 第二用自己的真心来做 来回馈社会 有得看着如果是二院的病人 可以给他免费挣他们一串 也是感觉心情特别好 只要得知食客是来自附近医院的医生 病人或者病人家属 张薇就给他们打折 在麻辣烫汤汤味旁边 还有个条符格外引人注目 上面写着 用感恩的心 做有良心的菜 还为工人免费吃 每天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左右 在说菜出摊 当时也就看到 清洁工 还为工人 他们就在大嫂街道 上班来一点 大嫂街道 看他们这么老的摊 摊人气越来越老 我在当时在想 能不能为他们做什么 后来也就临时吧 我做了这行服 环卫工人 还有乞讨人 在我这免费吃 我就是在那个微博上 看到张薇这个事情 然后看到他 不是后面开了个店吗 准备来看看 而且味道什么的都不错 尤其他用杆子 环保工人 还有乞讨人 不是免费吃吗 我感觉他这种回报社会的心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买卖不分大小 作为生意人的张薇 做到了肯吃苦 有良心 但对于给特定人群打折 和免费吃 这些看似有些奇怪的举动 还是让常人 有些难以理解 张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还要从他 2012年12月31日 发出的一条微博说起 2013年跨年终生的消想 还有13分钟的时候 我接到了张绍普的父亲 张薇的一个电话 他给我电话里很惊喜地说 虽然到处都是在等待终生的消想 一些喧嚣 而我正在我们跨年晚会的现场 正在协助录制 这些的秩序的维护 我接到这个电话 我就听到他说 你是王阳哥吗 我说是 他说能不能帮助我 我怎么怎么样了 我没有说话 我就静静地听他说完之后 我是好的 那我只能努力一下 然后第二天 我没有睡好 因为我感觉他也是一个父亲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而且孩子年龄都差不多 我觉得一个父亲放下尊严 然后去求助别人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不帮助他 当时仅仅是想用我的能力 个人的能力 能不能帮助他一下 仅仅也没有说想去做多大的 可能我的能力也有限 到公司之后 我们公司的领导 也说了一下这个事 我说我打算做一场一演 确实没有想到 然后在我们的演出 将近结束的时候 所有人开始从我们的工作人员 往台上的那个 捐款箱汇集 说实际上我可能 接触这种捐款的 这种机会不多 因为那次也是我们来 全程来做的 刚开始可能拿了 一人一百块钱 两百万 到最后一看 我们的这个钱收费越来越高的时候 很多人开始拿一千两千 甚至开始慢慢往上递 我觉得我们也是帮帮同龄人 帮帮自己的兄弟一样 张绍璞就躺在病房上 然后突然一下就让我 那种心里很难受 照片上的孩子 名叫张绍璞 是张绍璞的儿子 孩子究竟怎么了 张绍璞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张让人心碎和难过的照片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现在这得怪病的小孩 怎么越来越多了 还不都是污染闹的 你看看现在这儿都成什么样了 还在这儿破坏环境呢 真是 哎呀我说你别看这张绍啊 瘦瘦条条的啊 但是你看人家遇到大事 遇到这么难的事 不做等药 不做等求 人家知道知恩图报 人家知好知歹的 是条汉子 这张绍璞我怎么就觉得不对劲呢 你看他家都穷得那么叮当乱响的了 孩子还有病 哎然后他也让人免费吃 这这这这真的假的 要我看呀 没准就弄个事 然后好让人家给他多捐钱 哎我刚在新闻里看 说这湖北黄石啊 有一老头 是一在街上卖蒸糕的 就是一个糯米糖糕 然后呢 他关键是很多年前 他就在那卖 是一毛钱一块 然后呢 这么多年什么都涨价了 这老头真本分 就是死活 他这东西不能涨价 到现在还卖一毛钱一块 那他他挣什么钱呀 就利太薄了 薄的就没办法 他得拿着养家糊口 供俩子上大学呢 然后哎 人家就每天走亮 早出晚归 早晨起来六点就出摊 晚十一二点再下班 永永远远在那 后来就说这人呢 就成了他们那一城市雕塑了 就什么时间 一代一代的人都看见 老在那卖这蒸糕 老一毛钱一块 就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最近 卖着卖着蒸糕 忽然 哗他一下就 趴到他那摊上了 脑一血 这人就走了 哎呦 全市的人都在这悼念 这麦蒸糕的老头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他叫什么 哎呦 我这前两天也看一新闻 可把我给闹心的 本来一好事 怎么就弄得烂七八糟的 就说呀 这个江苏四红 有个农民叫冯晓峰 他儿子呢 三岁得了白血病 哎呦 家里头穷 进不上 完了以后呢 这冯晓峰就发了一个微博求助 哎呀 引来很多好心人 再加上呢 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明星啊 给他转发 一下呼啦啦 大伙就把这个权 把这个钱呢 捐给他儿子看病啊 这一下来了好多钱 本来这孩子 本来好事呢 孩子这个看病啊 这就有希望了 结果呢 就因为这些钱的花的过程当中呢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冯晓峰呢 就和这些爱心人士啊 慈善的这个团体 又产生了矛盾 比如说什么 像是这个 这些团体爱心人士说 你看你怎么一些钱不监督 不受监督啊 还有你怎么不去参加这个工作 你就坐等着吃啊 还有说你怎么不赶紧的 拿这个钱给孩子看病啊 等等等等等等 哎呀 结果双双方方的闹得挺不愉快 但是好在最后呢 还是这个达成了这个协议 这个要赶快的 这个尽最快的可能 拿着这个钱给孩子去看病 所以我说 很多好事不是一条善心 要把好事真的做好 哎呦挺难的 所以你说现在这人嘛 有的就借钱眼看着 哎那有的人呢 还真的就不就不为这个金钱所动 你也弄不明白 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该借给谁不该借给谁 谁知道啊 哎 做人呢 有那像卖真高的老爷子 那么本分的 也有那摔一跟头人一扶 他就讹人的 那老不正经 你也别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好人 也别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坏人 你就自己想好了 你要做个什么人 哎我觉得啊 像张薇这种人 他就是 我觉得他如果你真是就坐在等帮助 我觉得他熬不过这么大的难处去 哎他就是把这种用别人的帮助 他感恩他能够把这种感恩呢 变成一种燃烧自己的这种动力 哎让自己就渡过这个难关去了 哎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呢 哎用这种帮助来引发希望的一个挺好的过程 要我说张薇的媳妇也挺牛的 你看一般女的 要先这事就说 用你别心 别让人免费了 咱家得多着急用钱啊 可你看人媳妇多支持啊 就说呀 家里甭管出多大事 就得一条心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2012年11月 张薇的儿子张绍璞 刚满四岁 一直很少生定的孩子 却接连几天高烧不退 在家吃了几天药 不顶事 打针也打了 他说那个 你去仙医院 查一个血看看吧 你当仙医院 查血的时候 你又说 你得去那个12院 我们这看不了 当初有什么病啊 大夫 什么都没告诉 那你叫你的家属来吧 11月13号 在我们县城 做了个血肠规 后来那里面的一位医生说 我们建议到12院去了 别的医院 你就别去了 11月13号下午 夫妻俩赶紧带着孩子 来到了河北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 就是这个寒冷冬日的下午 彻底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 我们这事当时就诊断了 是一个混合性的白血病 急性白血病不是两种吗 有急性淋巴西疤 急性随性白血病 这两种 随性一个淋的 但是这个孩子就是说 在他身上 就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我就是不信 我来第二天的时候 就开始做那个 鼓孙 当时孩子在屋里边哭 我们两个就在屋里外面哭 爸说你别听了 你听了怪难受的 我说不行 我说我必须等着孩子出来 万一孩子出来了 找不到我怎么办 儿子少普被确诊为白血病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几乎在瞬间击垮了这个原本就不富裕 但却幸福安宁的家庭 作为男人 作为丈夫 作为父亲 作为这个家里精神和经济的定良重 张薇也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时也坐在二院楼道里 坐了 我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坐在那 也就是想来想去 不太相信 不敢给家里人打电话 一直在吸烟 吸了一地的烟口 没吃一次饭 没喝一次水 就在那座里三天三夜 也没有睡 没有喝眼 就是反而不去 一直在忽乱的思想 第一就是孩子这个病情 因为这什么时候能不能康复 第二 就是进钱了 钱的方面 孩子生病之前 张薇在一个工地当搬运工 一个月只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 现在孩子突然得了重病 一天的开销就要一两千块钱 当时家里仅有的三千多块钱的金绪 也在看病的当天就花完了 我当时我就想过 我说孩子活 我就活 孩子走 我跟孩子一起走 孩子是我唯一的希望 是我家里唯一的希望 我现在现在 我虽然穷 钱没有 房子没有 事业没有 什么都可以没有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但是孩子我不可能放弃 他那个时候 他孩子病了以后 他才真正的体现 一个父亲对孩子那种疼癌 他说医药费 你别着急 我回家去筹钱 说就算砸锅卖铁 卖房子 我要给孩子看病 张薇开始四处借钱 能借的亲戚朋友 张薇都借了个便 可随着孩子病情一天天加重 医药费的问题 更加捉紧见证 一家人走到了绝望的边缘 孩子的病房也是 就成为 爸爸我会不会死了 再见不到你们了 我喜欢跟你们玩 喜欢学校的小朋友 我想读书 当时我和外人 听到孩子说这样的话 从病房里又捂着 捂着脸就 我们用双手捂着脸就出去了 哇哇的苦 实在忍不住了 那是重 好多护士 还有病房的病人都在看我们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了 为了省钱给孩子看病 张薇用洗衣粉洗过头 一天只吃一顿饭 只要能挣钱的活 他都去干过 听说 献血中心献血 可以拿到一百块钱的营养费 他也愿意去 而就是这次去献血的经历 改变了张薇一家人的命运 碰到我们 近周一个献血志愿者 他们说 你可以通过网络 扣扣扣还有微博 向血志愿者 他是这样说的 扣扣这样 去让社会更 社会爱心人士 更多去 更多爱心人士 去帮助你 2012年12月31日 张薇试着用微博 发出了第一条求助 当时我说 我是近周市 北空家庄层 一位普通农民 我叫张卫 我孩子叫张绍普 在2012年11月13号 孩子被儿院却认为 白血病 以花光我家里所有的精细 希望社会爱心人士 帮帮我这个家 贫困的家庭 帮帮帮我这个孩子 帮帮我们 帮我们渡过难关 现在我们家 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也是 希望大家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没想到 这条微博很快就引起了 众多热心人的关注 并被转发 就在张维一家人 濒临绝望之际 他们收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 陌生人的援助 一想最深的是一个老大爷 他是 当时是中午那会儿过去的 中午应该是12点 1点多了吧 一个老大爷 走到我们窗户前 看着我们 他说 你们是张上普吗 我说是 我说大爷 你怎么了 有事吗 他说 我是那个 看了 把报纸 登到孩子的事情 我给孩子拿过来 一千块钱 拿过来一千一百块钱 这一千块钱 是捐给孩子看病的 那一般 你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当时那个老大爷 岁数不小了 后来 我进入这些 我说老大爷 我说您岁数也那么大了 您这钱 你自己留着花吧 我还说 父母 孩子重要 孩子重要 后来我还没来得及出去 老大爷就已经走远了 追出去 已经没有人有了 收到人家这一份心 收到人家这一份钱 不知道怎么去回报人家 以后怎么去回报 心理压力特别的 感觉有一种亏欠那种 孩子的命运 一家人的命运 就这样戏剧化的改变了 或许 在张薇发出第一条 求助微博的那一瞬间 他从未想过 孩子的命运 因为那么多 素不相识的人而改变 或许 在张薇拿到第一笔爱心捐款时 他从未想过 会有将近23万元的扇款 让儿子的医药费有了着陆 又或许 那些曾经捐款的人 也没有想过 这些扇款的每一笔花销 张薇都会认真地记录下来 并通过微博进行公布 这些账都是我来记的 平时花的住宴费 医药费 所以我当天记下来 他第二天就发到 他的网上去微博上面 这么做也是为了 让帮助过我们 帮助过我们的这些好心人 看到 他们对孩子的帮助 他们捐的每一分钱 都用在了哪里 包括我记得有一次 他生病很严重 然后那会儿 我们几个孩子在商量 说我们去看看他吧 然后到时候 他真的我看到了一个 应该也是一个汉子 真的流眼泪 自己就说 他没有钱去看这个病 我当时其实还在想 那不过我没有捐的钱 为什么不拿那个呢 他就说这是孩子的救命钱 不能用 他的这个给大家的信 是完全没有任何 一定点的质疑的 少普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 病情稳定之后 他还要打工 开始在这个 一个火锅店打工 要挣出自己的生活费来 然后就学这个麻辣烫的手艺 我觉得这个 从他这个种种的 这个举动来说 他想通过自己的劳动 自己的能力 来回报社会 来争取自己的 应该挣的这部分钱 而不是就是说 靠别人的救济 如今 孩子恢复的不错 腾出时间的张薇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开了一个 卖麻辣烫的小摊 一家人似乎 又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孩子特别爱吃麻烫 我说 哎呀 现在你爸爸也会做了 咱不用上班再去买了 你想吃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 放点什么东西 全都是孩子爱吃的 孩子吃了 好吃 听到孩子吃的蛋白 我也挺开心 自豪的那种 好吃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现在在聊 这个河北石家庄的一个 做麻辣烫摊的 一户人家的故事 道场嘉宾 媒体评论人杰文金先生 情感问题专家 百艳仪女士 我旁边的就是孩子的父亲 做麻辣烫的这个 张薇 欢迎你 谢谢大家 我想问问小孩现在的状况 是什么样 现在这些孩子在石家庄 我们租了一间小房 各个指标都挺正常 胃口也挺好的 就算是出院了 对 算是出院了 病情控制的很不错 对 就是日常吃吃药就行了 是吧 对 每天就是吃点抵抗 免疫力提高的药物 吃的药 对 让他尽量少感冒 就怕在石鹰起发烧 不发 你们当初最难的时候 难到什么程度 最难的时候 就是在12月份吧 2012年12月份那会儿 连满洗发水的钱都没有了 就是借临床的病人 借人家点洗衣粉 到洗水间去洗洗头 一天也就吃上一次饭 就是把每分钱都放在孩子的医药费上 你跟你爱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没有了 是吗 对 就是那样 基本上是自己饿点没事 把吃的留给孩子 你当时饿到什么程度 一天就是饿到 一天是有时候甚至连一顿饭都没有 一顿饭都没有你什么样 对 就是受到我一米七八个子 就是受到102斤 走路就喝醉了一样 从来的时候 一米七八的男的 是男人 股价子重要102斤的 你从飞的点都没有 大话 而且这时代我们也很难想象 一个人他这样是因为他生饿的 这个确实是已经困苦到相当程度了 对 也有一些压力吧 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跟你们捐款 孩子的这个医药费的这个紧急得到了一些缓解 然后你就腾出手来去开始做麻辣烫 对 那你做了麻辣烫之后 为什么反正这个医院的就是医生护士 你是打折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白衣天使嘛 节驰辛苦的 在这医院精心照顾病人 你觉得人给你帮忙了 所以他们是打折的 那这个凡是去这个医院看病的病人和病人家属 为什么是打折的 因为我们也有过如此经历 也知道也挺同行他们的一些 你觉得他们可能跟你当初差不多 当初的原因差不多 各的你钱去买饭吃 那为什么环卫工和清洁工是免费的 因为我收摊平时比较晚 11点才收摊 刚好那时候他们就上班了 大冬天吧 11月份那会儿天气挺冷 感觉他们挺不容易的 这么辛苦 在我们走了之后 默默地为我们付出 我说让他们也免费吃一碗麻烫 暖暖身子 那为什么乞丐可以是免费的 因为我看着他们也非常可怜吧 也处于同情 吃多吗 我就想问问 如果因为这个结果人家就进屋全来使劲吃 给你吃瓢了底 你怎么办 这我也没想那么多 发生过吗 也发生没有 就是环卫工人他们就是下班以后 脱脚工专就来吃了 什么叫脱掉工装来吃 就是脱掉环卫工人的工装 隐藏身份来吃 对 隐藏身份来吃 为什么要这样啊 他们感觉穿着工装来了 肯定是我不收费也不收钱 他们也是出于从前 人家不想给你钱 人家还要给你钱 我本来是想问 有没有因为你给人家免费 人家就来饿吃你的 不是这样 那种没有 非但没有 反而相反 就是环卫工人特地藏起自己的衣服来吃 不表明身份 是为了给你付钱是吗 对 但是也让我看出来 因为他们毕竟每天在这里打扫街道嘛 我对他们挺熟悉的 我说你们环卫工人免费吃 我不收钱 你们也挺辛苦的 他们说我们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我们家庭的日子比你要好一些 他也是 非得给 对 非得给 也是因为这点大事争 为这事发生争执 这听着像 这听着像君子国 对 听着像犀利的事 对 我们经常听着一些小人国的事 但是这像君子国的事 那个 你做麻辣烫 就是现在孩子每个月还是要吃药的 对 就是你做麻辣烫这个小生意的钱 够抵得上你们家的生活和孩子吃药的钱吗 刚刚好吧 也算是刚刚好 因为一天我们只挣一百多块钱 两个人从凌晨五点就起来 到晚上十一点 十一点以后 十二点以后 有这么辛苦 甚至是一点以后 一天挣一百多块钱 对 孩子一天就医药费 摊到每天差不多是多少钱 差不多也就是近百元吧 百元左右 再加一点点家里的生活费 所以那个基本上就是拿你这钱打平了 对 那现在孩子的捐款当初捐了几十万 现在都花光了 有剩吗 总共收到捐款是二十四万零八百三十三元 好奇了这竞 这竞的竞 孩子在治疗期间吧 总共用去二十万零六千七百三十七元 这样太竞了 剩余上款四万五千七十七块二 那这个这部分钱现在怎么样留着 我把这部分钱交给我们石家庄媒体人公益联盟 委托他们就是帮助社会工作需要帮助的人吧 这钱给别人了 对 退回去了等于 等于退回去了 等于让别的当上款用了 但是你们家小孩万一再需要万一又并做十六块钱什么的呢 到时候再另想别的办法吧 因为我在我心里现在孩子已经康复了 嗯 那个你们家不是为这事以前还拉了机会 这些几万块钱债 你就拿这个正好把以前欠的医药费的债打平吗 这我感觉有点不太合适 因为救急不救穷嘛 因为孩子现在也康复了 大家当住了你 你不能把这些钱自己用在自己身上 这是给孩子的医疗费用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种捐款 后来就打起来了 那个捐钱的人就说 这孩子的爸妈哪有我们这钱 又干别的去了 孩子的爸妈就说 你捐给我们了 这是我们家的钱 我们支配 我们生活有困难 我们用了 你们别什么都管 后来就打起来了 但是对我来说吧 我感觉个人平常心说 我感觉是这样不太好 因为大家帮助了你 是让你救急 给孩子医药费 让孩子看得好 这些看得太好了 你到时候把这些钱 你再捐回社会 我感觉这样 社会需要这一种 但是我不断头拿一点 好 我们先聊到这 衷心祝福你们一家人 谢谢 谢谢 一段独上高楼的壶 一捧快意恩仇的蜡 满怀人生得意的甜 一律流长白转型 人生五味拉沉 我们共同分享 收到 借心金石灌溢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那我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他们家是加入了这个新农村合作医疗 就是新农河的 所以其实是有一部分报销的 但是报销的比例比较低 他们家孩子的比例是30% 那70% 这样的病的缺口是相当大的 它这个所谓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保的是一些基础医疗病种 比较怪的那些病呢 往往覆盖不到 他们家的孩子的白血病 属于白血病主类里边 比较冷门混合型 所以他的报销比例低 可能别人能报到 比他这稍高一点 他这是比较低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是30%的报销 所以我也是希望 就是说一直我们类似节目 都在反复强调 新农河的面不断地扩大的同时 统筹的这样的一个层级 包括他统筹的数量 包括能够给这个治病的 这样的一个提供的 反正这个钱 报销的钱数 应该不断地持续地增长 当然这也是中央现在 一个一直在承诺的 一个事情在做 这也可以很好的阻止 就是说防止 像张维这样的家庭 因病反平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就我想说的是 在这起事件里 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 感动我们的事情 其中我个人认为 从制度方面来看的话 应该以后在慈善工作方面 更多地让这些 这个慈善公益组织 和人深入地介入 再加上自己的 这个像张维他们的这种自律 他这里边有周围人 帮他们捐款 而那些美匹人 就是组织一个联盟 管理善款 介入深度的介入 对他们把每一笔钱 全部都在网上公开 这样就避免了说 我钱都给你们家了 然后你们家拿着干嘛使去 不知道最后两拨人 就打起来了 对这个是慈善 越透明越好 再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那对我也想问问白老师 就为什么他们这事 就是一君子国的事 他们家人也挺好 他们碰上的人也挺好 搁这就不是那么惨 而是挺好的 对其实就跟张维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是有关的 其实我们经常看到受助人啊 有的是那种悲悲怯怯的 但这个时候往往就会让我们觉得心生厌恶 因为他勾引起了我们就是内心当中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无能的无力的无助的那样的一种恐惧感 而张维会给我们带来希望 就我虽然面对了灾难 面对了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放弃 而且我还努力抗衡 所以让他带给了我们一种希望的感觉 反而我们就会更愿意去帮助这些人 你君子弄得人家也那个 这部分也被唤起 也很君子 我也不能去做 共赢共振 就这样子 对 就是他在 尤其他这个晚上 他是说那么穷苦 他还心存爱来去感恩回馈社会 其实他现在不回馈 不感恩 他过两年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只要有一点点能力 他就去传播这种正能量 那我们人心向善啊 我跟你讲 那四万块钱他没拿去还债 我真的很惊讶 我也很惊讶 我真的很惊讶 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的 对 我赶快站直前说一下 我再次不呼吁给他家捐款 但是呢 我呼吁大家去帮衬生意 对吧 那东西也好吃 对对 干净 去去马拉档 帮帮这个很有尊严的人家 对 人就要活出尊严来 这是一种脊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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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